人心万变,起跌无常,风雨同路,与你同合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一起来欢迎 我仍然对生命充满了好奇 很怕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 想自己能够用自己的力量 还有什么别的方式 只要不是上帝出现 不要动用到他 其他的方式我都愿意学 什么紫围斗树啊八字啊 我现在是基督徒 我就再也不信这一套了 我跟你讲 这些东西都还有它的一点点功能 但它只是功能 那是当你 但是当我不信的时候 它没有用 它不再有用 OK,我现在喜欢用生命换生命 我碰到的困难 我就祷告 求主给我智慧 因为他一定要我解决 something 我不会的 他才会给我遇见这个环境 我是这么看待 所以我再也不要去 省掉这些麻烦 相反我要用生命来换生命 我这一题不会写 我就去做功课 我不再这一天偷翻答案 没有意思 因为你还是不会这一题 这一题还是会来找你 我记得是2001年的时候 我去做健康检查 结果没有想到 在检查这个乳房的时候 我这个检查的健检的这个医生 他就说明天 你可不可以到更大的医院来 我跟我的partner 我们一起再帮你做一次检查 我那时候就已经觉得说 到底是什么啊 怎么这么严重啊 所以第二天呢 哇,怎么就看到他们这一对年轻 然后一看就知道是好搭档的医生 在大医院的门口等我 而医生说 那今天晚上切片好不好 我就说好啊 然后我又一个人在家里 就一直哭啊 一直哭的感觉是觉得说 如果是癌症 不晓得它是第几期 schedule啊 还有计划不完的演出 其实都是要停的 后来它是四天又给我答案 但是对我来说 这四天是我等待最长的四天 第三天我的电话录音里面 有一通最特别的留言 是一个基督徒的朋友 他打电话来跟我讲说 蔡芹,你不会是癌症 因为我帮你祷告过 哪个人敢这么有把握 明天四天到了一翻两瞪眼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因为你祷告过 我觉得你太好笑了 你最很感人 很关心我 而且对上帝很相信 但是是什么东西让他这么有把握 所以我后来有打电话给他 等到第二天 医生打人说 蔡小姐恭喜你 不是癌症 你是真是良性的 那我就马上想到这个 最有把握的这个人 因为其他人都只是 只能天天有命 你来顺手 只有这位是超有信心的 而且我一问他 我说你是基督徒吗 他说 他说如果你不是癌症 我就基督徒 那我说 那你还不是基督徒 你为什么这么有把握 他说因为我以前没有 好好的祷告过 但是我很关心你这个事 我跟神祷告说 主啊 你让他不是癌症 我就信你 然后他就全身发麻 他就一直哭一直哭 他觉得上帝答应他了 算是第一次 真的觉得 那是耶稣救我的吗 总不会是这个人嘛 他信的那一位救我 可是你知道尽管如此 我还是没有想过 我要临时 但是我在 倒是我心里晓得 我们家有一本圣经 是以前我的 不知道哪个同学 还有朋友送我的 放在那好几年 我连翻都没翻过 倒是这件事 二零零一年 我一直到二零零二年 才开始 去打开那个圣经 开始看 我是二零零三领袭的 那领袭之前跟之后有什么差别呢 没有差别 为什么 因为我荒废了五年的时间 那是因为呢 我们的教会呢 太大了 然后牧者都很棒 讲得很好 但是呢 没有人来邀请我去小组 所以那我们这些外行人根本不知道 信主以后 不知道要去哪儿这样 还有小组啊 我们不知道教堂里面有这个 教会里面有这个 有肢体的生活 那时候我也不懂 这叫肢体生活 反正就是没有小组 所以呢 你知道吗 你只有礼拜天去教会 然后呢 你有听到很感动 或者是很有问号 想要请问专家的时候 哇 对不起 一哄而散 不要找谁这样 没有人找你 你也不知道 你找人家也走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很容易就失去了兴趣 所以呢 到后来 我连教会都没去了 总之我就是觉得 好空洞哦 还不如去看电影比较好玩 所以这五年的 蔡芹 虽然领了喜 但信仰并没有 在我的生活里面 活泼起来 所以一直到 零八年 上帝也知道 我是慢慢慢慢 礼拜天变成 去不去都没关系 因为我觉得 没有什么差别嘛 所以 所以呢 零八年的时候 发生一件大事 很多经文对我来说 都很深刻 但是每次 读到这个约翰福音 第十四章 第十九节 这两句 我就很感动 耶稣说 因为我活着 你们也要活着 认识主之前 我们就一直看 我们的困难 我们的困难 信主以后 这是耶稣要 为我们 上十字架 很多人都以为 上十字架 最了不起 最痛苦是死 但是对 真正对耶稣来讲 最痛苦的 是他断气之前 他担了全 全世界人的罪 就担他一个人身上 因为罪的工价 乃是死 神是圣洁的 人要得到 神的赦免 一定要把这个罪去掉 就一定要流血 所以耶稣 担了全人类的罪 在身上的那一刻 连天父 都是讨厌他的 要把他抛弃掉 那个那一刻 有一段时间 耶稣是听不到 上帝的话 那是他最痛苦的时候 耶稣说他要 他要走 以后会 他走了以后 他不会撇下我们 当孤儿 他会赏下圣灵 在我们这些 在我顺境逆境 我都读这两句话 都会哭 这是我印象 最感动的今晚 我一直到了2008年 发生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我个人完全不能处理 就是那时候我因为汶川大地震 那么我除了捐钱之外呢 我非常的热心于这个艺演 后来香港的演艺界真是让我印象深刻 他们比我们团结很多 就成龙大哥一个人出来 今天白天说 明天我们要做一个最大的募款 这个艺演很盛大 很成功 又募了很多的钱 然后他们更有秩序的是 他在这里演出完以后 每个艺人离开这个会场 到旁边他又拿一个帐篷 所有的媒体都在那 就是说 问我们这些艺人参加这样的一个演唱会 有什么感想 我只说了一句话 香港的演艺界 好团结 实在值得我们学习 我就讲了这句话 但这句话可能太工整了 所以第二天也没有人播出 没有人播出怎么会有问题呢 是过了差不多快一个月 已经是一个月以前的新闻 而且是这种话 被记者 台湾的记者 硬把它拿出来说 蔡琴说台湾的演艺界不团结 造成很大的风波 然后其他台湾的演艺界的朋友 他们很关心这个事情 就变成说还没有把钱捐出来 还在这边异唱 结果就听到这个消息 就马上就信以为真 立刻呢 有意无意的都有 无意的就是不小心被那个有意的人 绞进来 那有意的就是趁这机会把它干掉 我觉得那一次如果这个危机 我没有度过我就没有了 因为没有一个人说不会吧 要不要查清楚 反正没有 记者就怎么难听怎么灯啊 怎么写啊 我觉得好惨哦 我记得我要去 去北京 北京找我去一眼 我发现我的心里面 随身的心里面有一本圣经 我一打开圣经 我就立刻把它关起来 为什么 我看到这句我觉得 简直开我玩笑 深渊在我 还有一个更荒谬的 当时觉得很荒谬 勿真敬 不要真敬 敬真两个字道理 不要跟你家争吵 敬赛 我觉得这是什么宗教 这是什么圣经 所以我一共就看到这个 深渊在他 不要真敬 不要深渊 我就把圣经关起来 我觉得好了 这一题也不要用 到了北京呢 北京要干嘛呢 他们的中央电视台 特别做一个感谢我们的节目 又是要选代表了 我又被选成台湾代表 另外一个代表是周杰伦 北京的这个电视台的 也就是接待我的 这个人 到我的客厅说 姐 我们明天因为实在是 这个事情啊 太受关注了 我们自己 央台就不要讲了 你们台湾所有的记者都来了 深渊在主 他居然帮我准备一个更大的 记者招待会在北京 然后第二天 我们去真的开始这个记者招待会 果然如我所料 他们我们颁奖 行礼如遗 然后他们长官演讲 然后那个台湾的媒体 等等等等 就等整个结束以后 砰就记起来 蔡姐你知不知道 你这个前几天 然后现在那个台湾的艺人 都在骂你 你觉得怎么样 我当然照着不增进不深渊 因为我已经完全知道 深渊在主了 我怎么弄得到这个记者招待会 这不是主在深渊吗 所以我就是一样的 一样的话 我讲的话是 香港的艺人太棒了 很值得我们学习 那么前辈们对我有误会 我无所谓 我以后会更加小心 我的说话 谢谢你们 而且我相信台湾的艺人 很团结 我们要加油 当天晚上 全台湾都在播这个新闻 然后很多网上的反应 中国大陆这网上 看到台湾新闻 网上也有新闻 大家就说 那那个谁怎么可以这样讲 你看他以前是什么 就变成一个 自己洗清楚的一个机制 Yes 以前他可能就是靠他的聪明智慧 能力啊 经验的判断 可是他现在就是邀请主进来的时候 他确实会因为透过祷告 然后神也特别恩待他 也会对他讲话 只要姐姐求告神的时候 神好像就会透过一些感动 透过他听到的一些信息 告诉他一个神喜悦他做的方式 所以姐姐就是很顺服 他会马上就这样子去做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不一样 信主之前 姐姐靠他自己 信主之后 他邀请主进来他的生命 让他学习交托仰望 耶稣爱你 耶稣爱你 在你生命中最大的福分就是 耶稣永远爱你 福音见证寻回演唱会 我一共做了三年 是从2015开始 就做了在我的正式的售票演唱会之前 我却先做了二十场 我自己完全不拿钱的 我的自己的这个新生命小组教会 我们的牧师对这个叫做越界 跨界传福音是非常有概念 他觉得有的时候牧师讲一千句 都不如你踩起上去讲一句 因为你已经有给大家印象是比较轻松的 当然你得是一个真的有信心的一个艺人 三年前我跟顾牧师说 牧师我准备好了 我想做福音见证 那你晓得艺人都很忙的 像他是国际天后级的这个艺人 你要跟他瞧时间是很难的 但是心里面就有感动 那么就为他祷告 说有没有可能求主兴起艺人 特别是蔡琴 能够做一个比较特别的 福音步道的聚会 那么第二方面是蔡琴本身 他就有感动 他有一天跟我谈 他说牧师 我的感动是想做步道会 想做福音步道会 而且我的感动是不只要来听歌 而且教会要真正的邀请 认领了牧道的朋友 而且我在乎的是他们有没有觉知 所以呢 他有这样的感动跟想法 我也有这样的感动跟想法 所以在很偶然的机会里面 我们一谈 哇原来这个上帝在我们之间 就成就了这样的事 那现在他真明白说 他这一切的gift 都是从神而来的时候 我觉得他就看到他很愿意 也很想要将这个gift 好像回报给天父 所以他利用他的这样子的一个 歌唱的一个能力 然后透过一些演唱会 以前可能是商演 现在就觉得说 除了商演以外 应该也要为主唱歌 所以透过这样子一个福音演唱会的时候 他可以把他自己的生命见证 他的故事分享给更多的人 爱的试探 有苦又痛 有回忆也更有背叛 这是冰冷破碎旋律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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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经过的所有事物 我也曾经一样走过 但你不知能向谁诉说是否 靈魂伸出微笑声音 有回答更有呼唤 你活着的每一口呼吸 哈利路亚 大家喜欢你 认识你是什么呢 蔡琴嘛 但是唱歌啊 所以那么我不是 我还要有些歌还真的有见证 就有些歌本来对我来说 对你来说都只是蔡琴招牌的流行歌曲 但是当我的生活里面有神了以后 你知道吗 他把这些歌都变成福音歌曲 所以我要把这个 是怎么变成福音歌曲 被遗忘的时光是谁 为什么会变成神在说话 而且告诉我他想念我 为什么 那是你的眼神明亮又美丽 啊啊啊有情天地 我满心欢喜 这几句歌词 怎么会从流行歌曲 变成神告诉我 别担心 流行歌曲一样可以献祭 从那个我有肢体生活 08年开始 09年开始 我也改变了 就是演出的时候 我再也不要一个人祷告 一个人读经 我就想说 我来问一问我的团队 有没有基督徒 后来我一共连我自己 成立了一个杂牌军的祷告团 一共八个人 另外七个人是什么状况 为什么叫杂牌军呢 你问他说 我们团队老师 我想问一下 你们是不是基督徒 他就说 蔡姐 我不知道我算不算是基督徒 通常这样讲的就是基督徒 他觉得他不及格 那你一问之下 其实没有什么特殊 都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的 什么呢 我又领洗了 我说然后你只有去过一次教会 就是领洗那天 对不对 对 我说来请加入 这个赶快纳入啊 你这太严格就没有了 你知道吗 还有那种没有灵洗的 也变成我们祷告团 你知不知道 例如我的发型师 我在那边看圣经 然后看到 休息下去 喝水 回来一看 帅男人在偷翻我的圣经 你给我参加祷告团 我觉得成立的这个祷告团以后呢 真的就是肢体生活 尤其在演出的时候 我觉得最需要神的场地 就是演出的场地 我自己是每天什么时候 什么地方都需要神 但是那些没有信主的 跟我十几年的 那么优秀的这些人 谁为他们祷告 如果演出的时候 这个团队里面 就有一个祷告团 我们至少让他们都 搭了神的便车 我希望弟兄姐妹们 为蔡琴祷告一件事 就是要让我 每一次在台上演出玩 要忘记掌声 我每次要上台之前 我都记得 我都祷告 今天的成功的话 所有的荣耀都归给神 但是每次唱完了 那都是当一个歌手 就是很尽力 此处浑身解数 终于唱得也很棒 观众很高兴 那一刹那的掌声的时候 就比较会忘记 赞美神 我觉得我不是不喜欢你们的掌声 你们的掌声代表你们享受到了我的服事 或者今天的祝福 但是我希望你们在给我掌声的时候 不要把这掌声归给神 要不是拿到我自己身上觉得我好棒 这一点我现在还没有做得很好 希望你们能够帮我带到 继续的声音 祂能救你 耶稣永远爱你